这里呢就是武警和安总队新兵团的体能训练场 针对新大纲训练科目增多 新兵体能水平强弱不一的状况 他们创新利用体能训练组合架 可以同时对200多名新兵展开精准训练 在新训骨干的示范指导下 新兵们利用多种专业训练器械进行基础性体能训练 帮助他们提升力量耐力爆发力以及协调性 现在有了这些器材体能训练更科学更有效 因为它的针对性比较强 然后动作比较科学 也是有效的减少了不必要的训练商 在前三个月我们重点围绕 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 战场救护 心理行为训练 等科目展开训练 循序渐进打捞新兵的军事技能和战术基础 然后根据新兵的特长和表现 并结合任务需要进行两个月的专业训练 虽然新训时间延长了 但是战斗力在不断地提升 在我身旁的这辆防爆装甲巡逻车 车长将近7米 虽然它很大 但却十分的机动灵活 它设有多个观察窗和射击孔 现在防爆装甲巡逻车专业的新兵们正在这里 针对车载机枪射击 车载战斗员射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 训练中新战士需要使用车载机枪 对200米 150米 100米外的隐险目标进行射击 瞄把的时候从上至下瞄把 如果身体歪了 它观察出去的目标和机动目标 它就是斜的打不上把 夜间应用射击科目 新战士们要登上15米高的射击平台 在5分钟之内使用5发子弹 对80米外的目标进行射击 且命中3发以上才算优秀 最后一发没有打好 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时机 眼睛就有点模糊了 再想找把的时候又有点急 所以就很快的就把它激发了 我们新同志在心绪期间 必须完成不少于10发的夜间实战设计训练 这一训练科目呢 就是为了贴近我们基层执勤任务的需要 通过这样的训练 使之下队以后即刻进入站位 进入岗位履行职责 结合新兵接受能力 训练方法效果等实际情况 按照先意后难 先理论后动作 先基础后技术的原则 一人一侧 因人失教 灵活主训 逐步培养新兵严谨作风 提高新兵综合能力 感谢观看